我是阿斤 今天好像是真的要下雨了 连续推迟了好久 稻田里面 现在我给它正在施尿素 高了两包 160斤 这里有9亩的面积 小龙虾的3块稻田 那一块有4亩 再加上这一小块接近1亩 加在一起就是9亩左右 就只有这一块的草长得最厉害 因为这块太高了 比正常的要高10到20公分 所以那个高高的地方的草就 比较难处理 反正肥料早就买回来了 不用的话放这里也是浪费 所以该下本的还是要接着下本 不管水稻会不会有收获 依旧是用这个 穿上这个水鞋 背上施肥器 其实挺快的 只是稍微累一点吧 毕竟要背着那么多东西 在田里面到处转 走路都要走好几公里 种水稻我是没啥技术 主要是我不想在田里面施肥 也不想打药 这样就直接导致水稻的产量特别低 我只想在田里面养虾子 但是现在没有水源 高温季节不太好养虾 所以每年还是继续种到 产量一般在600斤左右一亩吧 今年不知道会不会有600斤 这羊苗刚好到今天是一个月 开始施肥了 这样施肥还是挺快的 也比较均匀 看它一直打着 我就只需要左右摇摆一下就好了 现在一亩田大概用了20斤左右 可能还不到吧 差不多就可以了 撒完一桶也就花个十来分钟 再去装一桶 又花个五六分钟 一烫就是20分钟左右 现在田上正在打雷 所以刚刚好一搞完这边就下雨 已经撒完四桶了 这两块大田已经撒完了 然后就只剩下 最后一块小田了 这块小田里面有那种 长在岸上的草 是那种一桶一桶的 底下有那种果实 在面上还会长那种种子 那种草 我去年没在意 结果繁殖了这么多了 看 这种草打不死我感觉 这地势高的地方 水稻就长得比较黄 而且长得很小 看这边稍微低一点的 它就长得比较绿一点 还是填不平的主要原因 九亩的稻田 施肥已经完成了 现在是第一个月 30天 我打算 90多天 就把这个稻谷给收了 如果说收不到收割机的钱 那我就不收割 华融方向正在那里打雷 马上就要下雨下过来了 刚好这里弄完 可以回家躲雨去了 正好昨天晚上 给我的七成果树 打完药 前面之前几天都在剪汁 昨天把汁剪完 就刚好把药打完 其实前天昨天 都是天气预报有雨的 但是问题是没下下来 接下来两三天三四天 都是有雨 但是还没有下下来 不过药打下来还没有下雨 效果挺好的 事情搞完了 可以好好的 休息一段时间了 每天就喂一下 享用一下饲料 然后再把家里面的电线的泄露 紧水的泵啊 紧啊 把它全部给清理一遍 做一下整理嘛